這次人大代表的會議 我們談了一個關於香港的議程 都是大家最近最關心的話題 就是由人大作出的決定 授權給人大常委會 為香港國家安全去立法 立法有兩部份的狼狼 一個是建立法律制度 另外有法律之外是執行的機制 所以對香港來說 大家就很關心 為何要做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過去一年發生很多事情 而這些事情 中央雖然多番提出批評警告 但似乎都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中央這次是迫不得已 去做為通過人大常委 來為香港就著維護國家安全 在將來立法的工作 有些市民就以為說 我們28日在人民大會堂 2,800多票通過了 以為法例已經完成了 但實際不是這樣的情況 人大全體會議只是通過一個決定 人大常委在未來的日子 就會按照人大所作出的決定 來開展工作 有很多市民就問 你要搞多久 我們最快那次的例會 就應該在6月底 所以這段時間 就在人大常委會底下 一定有很多專家、律師、學者 相關部門的負責人 一起準備條例草案 雖然法例就是人大常委去制定 在香港實施 實施之後 特區政府一定要配合 特別在執行上的問題 這就是要配合 為何要做這件事 就是過去一年裏面 發生了很多 是破壞國家安全的事情 衝擊一國兩制 而且都很嚴重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有外國勢力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所以來說 這個法例 希望能夠達至一個 防法制止 如果都不聽的話 就懲治了 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影響香港人的權利 自由 一定不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法例 是很針對幾個重點 一個重點 就是分裂國家 什麼叫分裂國家 如果搞港獨 就明顯是分裂國家 還有一個 顛覆國家政權 你想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 做一個恐怖活動 全世界都反恐 還有一個 外國的勢力 和外部勢力 是不可以干預香港 主要是說這幾個重點 這個重點 一般市民 怎麼會做這些事 做都是瘋狂的 所以來說 大家就不需要擔心 做了這件事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達至一個目的 就叫那些 你想搞分裂 搞顛覆 搞恐怖活動的 麻煩你下班 不要在這裡搞 你就會觸犯有關的法例 你受到檢控 承擔法律責任 這次在人大會議裡面 提出來要為國家安全立法 香港的反應相當好 我也有點猜不到 在5月24日至31日 就進行簽名行動 我們在這8天時間內 開了5400個街巢 有25000個義工人次參與 我們街頭簽名 有180多萬個 網上簽名都超過100萬 所以總數加起來 就是290多萬 我們已經將所有這些簽名 就送到中聯辦 反映香港市民 就著這方面的意見 這說明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大家對於過去一年 所出現的黑暴 大家都覺得 撐不住了 對香港對每個人的生活 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很希望通過這次 人大常委會的立法之後 希望香港可以回復社會穩定 希望我們的經濟可以盡快恢復上去 我相信這是簽名的市民 一個普遍的現往 我相信 我相信 絕對 各位 觀眾 希望 感谢观看